那些人听着 中国技术有害论真的可以停止了 事实证明一切 二十多年前 我国的科技水平在一些外媒对论调中 就是南增大亚之堂 甚至觉得我们只会散战 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 某些西方国家各是在世界各地分盲 四处兜售中国技术有害论 对源自中国科技人员的所有发明创造 都有一种偏执狂的敌视 即使到现在 国外仍有一些质疑中国技术的声音存在 用有色眼光看待中国企业 像去年的时候 法国国家信息安全署负责人布帕尔 就对2024巴黎奥运会的国际奥组委 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构成威胁 可是中国科技的真实水平 从来不是某些外媒的偏见可以定义的 又人民日报曾经做出的一个评价 相者自相 中国技术有害论可以修议 现如今 中国科技的招牌不仅越打越像 而且在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上 也能频频看到中国科技的声音 像此前受到某些外媒质疑的阿里云 被国际奥组委为一中任 成为了今年巴黎奥运会的技术服务商 预计11000小时的赛事直播画面 将通过阿里云向全球奋发 而巴黎奥运会也将成为云上转播 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最重要的是 全球唯一 那些所谓的科技强国 美国 日本等国家 都被中国的企业阿里云给打败了 为什么国际奥组委选择了阿里云 说到底 在这种重大的场合 技术够硬够扎实才行 而阿里云不仅是亚太第一的云厂商 这些年带领中国云计算 与微软亚马逊的国外科技巨头的比拼中 拿到了出色的成绩 而且 阿里云还经受住了多届奥运会的技术考验 要知道2017年 阿里云在与亚马逊的云厂商的竞标中 成功胜出后 就被国际奥运会选为 全球奥运唯一云服务商 此后 阿里云又与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共同打造了奥运转播云 并于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首次投入实用 到之后的北京冬奥 韩州亚运会 背后都有阿里云的技术支持 在强大的技术实力面前 对于中国云计算的质疑和唱衰 都是徒劳的 相者自相的道理永远不会变 中国科技越来越强 并且走上世界舞台 是所有人都能看清的局势了